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大家好 我是突磊 欢迎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和网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来 认识一下我们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重庆卫视主持人 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心理专家白燕仪 好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今天的故事 我总是担心 她会离开我 我想尽办法 把她套在我身边 她退一步 我进两步 直到那天 我发现 我错了 老公 对不起 我不该不让你去上班 掌声有请今天的背质线人丁科 托老师好 你好 三位老师好 请坐 好 谢谢托老师 多大年纪 今年29岁 听说你很喜欢隐瞒自己的年龄吗 这个只是因为当时跟我老婆嘛 还不太熟悉 然后我也了解她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嘛 我就稍微隐瞒了一下 隐瞒了多少岁 十岁 你为什么要骗她呢 因为和她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 我就感觉她的这些经历啊 然后而且她那时候她前夫也比她小 小了好几岁 然后我就感觉 我要是告诉她 我比她小十岁的话 她肯定就不带搭理我了 我就担心这个 小片的最后一句话 叫老公对不起 我不该不让你出去上班 你来解释一下这句话 她不让你出去上班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前一段时间嘛 我就是一直想出去上班 也为这个家庭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嘛 但是我老婆呢 她就是一直不让我出去上班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发生了很多矛盾 掌声有请知情人田璐璐 孟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坐 谢谢图老师 为什么今天来道歉 因为前段时间 我老公他一直想要去上班 然后我就不让他去 我让他在家带孩子 为什么 因为我说 因为我都不自信吧 真的感觉有这么紧张吗 真的怕他出去之后会 造成一点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吗 对 我挺害怕的 挺害怕的 所以那段时间他一直说要上班 然后就不让他去 我说你在家把孩子带好就行 钱我一个人来赚 但是我对他吧还挺抠门的 处处提防他 其实我这样子都是因为我 当时我前夫嘛 你的前夫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给你留下这样的不自信啊 呃 然后后面09年的时候他那个转业了嘛 回来我们就结婚了 然后结婚的时候那时候 生意做的还可以嘛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买了车买了房 然后那时候车呀房啊 我都写的是我前夫的名字 后面生活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发现我前夫这个人 比较爱喝酒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 我怀我小女儿的时候 怀孕两三个月 他喝酒回来 然后惹我生气了嘛 当时我生气我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躺在地下打滚 然后那时候我前夫都没有扶我一下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这段婚姻我挺收望的 17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 就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就叫我还债 然后当时我也不理解 我说欠什么债呀 然后后面我就问我前夫 然后前夫就如是糟了 他背着我把房子去抵押了28万 然后还把那个车子拿去抵押了1万5千块钱 这个钱我一分都没有看到 我一点都不知道 然后呢我也特别生气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就感觉一下子欠那么多 再该怎么办呢 还有两个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当着我前夫的面 我就删我自己巴掌 删自己干嘛呢 恨自己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车房洗他的名字 为什么呢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那时候比我小嘛也是 但是然后他还有几天才过生日嘛 然后当时我就说他刚从部队回来 我也想要给他一个信心 然后这个车房我就写他的名字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背着我 把这个房子去抵押了 但其实你在你前夫之前 你内心依然是缺乏安全感 因为你要写对方的名字 在房商本上没什么问题 可以说是一种大度 但如果你是为了要稳定对方 让对方不愧疚 让对方在婚姻当中跟你有一个平等身份 而刻意的写上 那其实是你不安全 不是别人不安全 没有安全感 离婚之后孩子跟着你是吗 有两个孩子嘛 一个跟他一个跟你 你跟他哪一年认识的 我们是前年20年8月 怎么认识的 因为当时我是在刷贴吧 然后我刚好就刷到我老婆发的一个帖子 他就说他当时的一些现状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孩子要受苦了 没有父母的关爱什么的 也阐述了他离婚的这个事 然后当时我一看到这个事嘛 我就有这种感同身世的感觉 我呢是这样子的 我父母是没有离婚 但是呢我从小属于留守儿童 也是没有父母亲陪伴的 当时我一看到他这个帖子嘛 反正我就在想 哎呀那我就安慰他一下吧 然后我就给我就给他评论了一下 加了联系方式聊上了 聊了四个多月呢 慢慢的彼此也产生了一些好感 我就给他提出 我说我去浙江那边找他 其实那个是我离婚的第三年 那个时候 你是在网上寻求安慰吗 对可以这么说吧 但要是真谈起来了 你又害怕 是吧 不自信 你跟他说过你以前的事 说了 所以就给了他隐瞒 他年龄的理由 是 你问他他说他是 86年 86年 比你小 小三岁 然后他要你见面 你敢吗 我一开始也不敢 然后面他一直说嘛 我也觉得聊得很来的嘛 觉得我们俩小的时候 都有同样的经历 然后嘛 他后面说要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说 反正我们一家人都在浙江嘛 我说那你就要来 你就来吧 其实你希望他来 其实很矛盾 希望他来 但又害怕 又害怕重蹈覆辙 是吧 见面之后呢 是不是内心更自卑了 见到他的时候 就感觉他比照片上 更加年轻 更加帅气 你见他第一面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第一感受啊 这个人真的特别真实 特别实在 总而言之 第一次见面 不失望 不失望 一点都不失望 那见完面之后 你是当时就同意了交往 还是以你自卑的身份 进行了一番测试 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不想隐瞒你了 我其实比你小得多 然后当时我说小多少 他说小得有头十岁吧 其实当时说的 我心里面被吓到了 那时候我就不搭理他了 我说算了 以后你不要给我发信息了 我说我们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后面 就是在那个 回去的第二个月 他突然又来找我了 他这个时候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 等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已经在我的附近 找了一个工作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 这个人肯定是个骗子吧 他能骗你什么呢 我就怕他骗我钱 其实 你有钱 没有 我怕他误会我有钱 他为什么要误会你有钱 你哪方面显得有钱 当时我是做主播嘛 可能他以为当主播 应该工资很高啊 你以为他有钱吗 其实我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你觉得他是骗子 所以你中断了往来吗 他已经来到我那个附近了 当时我 而且我那时候就试探他 我说其实我当主播的话 工资也不高 那时候我就跟他透露了 我其实我还欠了 二十几万的信用卡 然后我说还要养孩子 我就是想让他打退堂股 但是呢 结果他跟我说 他说钱嘛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挣的 他说到时候你困难 我也可以帮你 其实他跟他的父亲那时候是 做那个水电安装这一块 他不是那么困难 他的条件还可以就是 所以这个测试 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 没成功 没成功是他怎么回应你的 就是我之前租了一个 就是单身公寓 我租到那单身公寓 也比较便宜嘛 那个热水器也是坏的 然后那个马桶也用不了 然后正好我就跟他聊天当中呢 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 我说不方便 洗澡也洗不了 后来我老公说 那正好啊 我就是水电工 我过来帮你修呗 然后我想说 那也正好要试探一下 你到底会不会修 我就让他过来了 他过来就帮我修好了 当时一看那个 把那个马桶盖一揭开 他说里面那个法门坏了 他就买了一个来修 来重新装了一下 然后就是那个热水器 很大一个热水器 其实那热水器都已经很旧了 然后他把它拆下来 拿钢丝球把里面全部洗掉 洗干净以后就像新的一样 然后再装上去 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觉得他 还是比较专业的 人家修好了 对对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经过这两番测试 你怎么着 你跟他同意来往的时候 然后经过这次测试以后 他那边工作就是放假了 快过年了那时候 放假了他就过来跟我表白了 你就接受了 当时其实我还是 心里面还是又喜欢 又害怕 但我又不想错过 好 来往之后 你又开始也有测试 就时不时都有测试是吧 对 第二轮测试开始了 我们那个确定在一起以后 就是有一次 妈妈打电话过来说 你们两个要是真的相处了 那就回来一趟吧 然后就是我婆婆 当时我就试探一下我老公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次回去的话 我们女儿就不要带去了吧 我说毕竟第一次去你家 带这个孩子去 我当时你邻居说 哎呀怎么找一个 离了婚带着孩子的 当时我老公就反对 他说不可以 我认定了是我的女儿 就是我的女儿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他说不但要带回去 我们两个要是结婚的话 孩子都必须要在场 你跟你家里说了什么 对我都是实话实说的 家里反对吗 我妈的话 她说只要你们过得好 喝得来就行 但是当时我爸是有点反对的 但他不是说嫌弃 说我老婆说 他生个孩子或者比我大 他是怕的 就是说女儿是他的女儿 但我怕他对我是一时兴兴 后面 一时兴起是吧 他真是深谋远虑 哪一年结的婚 去年 去年 你咋就同意结婚了呢 那不得谈个十年半载 测试个上万回才能结婚 我也没有想 我想都没想过能跟他结婚 有一次我弟媳妇给我打电话 他说 二姐你那个户口本 因为当时我离了婚以后 户口本一直在东北 还没有签回来 然后他说你那个户口本 婚姻那一男啊 他说有没有改呀 我说要改什么呀 我妹妹说那块要改 你离婚了就要改离婚 然后后面才能登记 所以我当时我老公听到了 我老公就着急了 他说那得赶紧去改呀 你很急着结婚吗 因为我听他这么一说嘛 我就想反正我既然来找你 我们也在一起了 那肯定就是奔着婚姻去的 又害羞又兴奋了 当时我老公就要求 就在那个东北那个民政局就要登记 他会跑啊 其实我也担心职责生变嘛 我就担心他后来变成变 那是在那打的结婚证吗 对就在他们那个园 他那边户口的那个所在地 啊高兴不 特别特别高兴啊 不断地这个拍照发朋友圈啊 发给我爸爸妈妈他们看 发给我姐他们看 我反正特别高兴 他高兴 你呢 你高兴吗 我不敢高兴 为什么呢 第二就感觉这么突然就领证了 还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 对 我就觉得我自己配不上 到时候我心里还想说 哎呀 这个小伙子长得挺好 没眼光啊 找我这样的女人 把我当板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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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瞧把他给那个乐生那个症 其实好像有点骄傲啊 其实看起来 哪里是有点骄傲 是有点狂傲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啊 结婚之后多久怀的孕 呃 我们从东北回来 没多长时间吧 然后我老婆就发现她怀孕了 哈哈哈 行 可以啊 这个人永远的行为啊 跟她的话语是相悖了 对吧 一方面老是感觉忐忑不安 另外一方面想尽办法 刺激她 套牢 你看她笑得高兴的 你看啊 没有 其实我老婆 她生活中是很真实 很善良的一个人 我又没说她不善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怀孕之后你想要对吧 对 特别特别想要 也必须要 你呢 我心里很开心 但是也 反正还是害怕 嗯 又有害怕 对 然后我又怕她 当时我 我是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她想不想要这个孩子 所以当时我就怀孕之后 我说试探一下她 得又试探 啊 然后就把那个韵棒递给她 看她什么反应 嗯 如果她有点失落 可能这孩子我就不能要 嗯 如果她很开心 那就好 我就试她呢 结果她很开心 然后抱着我转了一圈 去 抱给我看看 怎么转的 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抱动 抱得动 因为你八六个子抱你 算是 你看这小伙子 踢个儿啊 怎么抱的呀 来来转一圈给我看看 因为当时我就在床上下来 下来下来 我就抱着她就这么转了一圈 然后就特别高兴 去去去 怀孕就这个过程当中不能上班呗 是吧 那怀孕期间心理会更复杂 你又做了什么事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就是 我就老师考验她 继续考验 你就是一本考验的书 当时我就当着很多人的面 让她给我系鞋带 其实有的时候鞋带是我故意弄下来的 够狠 然后还让她给我做饭 就是半夜的时候 本来我不饿吧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我做 然后说我要吃蛋炒饭 做不做 做 她是真的很疼爱你 对把我当小孩一样 生了男娃女娃 男孩子 生了一大孙子 我们家更高兴了 是吧 是的 高兴 那么就回到VCR里面说 你不让她出去工作这些事 其实她呢 就是在家里面做些零工嘛 后来呢 就是她也想要去那个包一个李子园 那时候我姐夫给她说 我们一人投资五万块钱 去把这一片李子包下来 等到时候录录直播 也可以去播 也可以卖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跟我说 想要我拿五万块钱出来让她投资 然后其实当时我就没有拿这个钱嘛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 我就害怕她挣到钱了 我不想让她去挣钱 我怕她挣到钱以后就飘了 就不再宠我了 所以当时我这个钱我就没拿 而且我还跟我姐姐 他们说以后不要跟她合作这些 失落吗 她不借钱给你 嗯 失落 当时也有点生气 你讨厌她的测试吗 你感觉得到这种测试吗 我感觉得到 其实她的这些小心思嘛 我几乎都知道 但是呢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嘛 难免的 然后我也知道我老婆呢 她就是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安全感 那既然她没有安全感呢 那我就给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吧 所以你就顺从 我不是说顺从吧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说 因为这些小事 我们去爆发什么 夫妻之间的矛盾啊什么的 对 忍受 嗯 当然一个男人嘛 能忍我们就忍下去吧 嗯 忍了 但你不可能长期不让她出去工作 后来她又有一次 她要去厦门工作 她那个时候没跟我讲 她只是跟我姐夫他们说 叫他们帮她付点钱 就直接没跟我说 因为那个李子的事 她叫我拿五万块钱 我没拿嘛 她后面就干脆不跟我说了 是有一天我姐姐跟我说的 我姐姐说 那这个丁克要去那个厦门工作了的话 你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 又要去做直播的话 到时候你忙得过来吗 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后面我找到我老公之后呢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你不要去 然后我说 现在说我现在把钱扣得紧吗 也是为这个家 又没去上 对 这老婆神通广大呀 其实这不是神通广大吧 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啊 都对我老婆挺好的 我就只能说那再看看吧 然后等孩子大一点嘛 我说我再想办法 我们再出去吧 你光阻止也没用 你得给人家一点甜头才行 对吧 你老阻止人家不出去 我后面就想着给他买了一个车 买了个啥车 我买的是那个宝马操衫 高兴不高兴 特别高兴 有没有觉得这是糖衣炮弹 没有这么觉得 没有觉得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儿子呢 会经常感冒啊什么的 我就想有个车的话 就方便带儿子去医院了 但以你心思如此缜密的人 车会写他的名字吗 这个车我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你有赵吗 我没有驾照 你没有驾照 然后就只能踏开 但是写着你的名字 对 你可是防范的够稳的呀 那我以前吃过亏的呀 我前夫 他就是背着我把房子 车子都抵押了 写他的名字你介意吗 其实我不介意啊 都是一家人嘛 当时我 其实他这点小心思 我也看得出来 所以说我反而 更需要向他去证明 是吧 然后当时我还给他说 我说这个 写你的名字没关系 写你的写我的都一样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我说哪怕以后我 我挣到钱 我买了房子 我也可以直接 完全写你的名字 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 因为我们是家人呀 现在相信他吧 在当时还是不相信 还是因为年轻 就不想让他身上烙钱 是吧 我现在想我挺自私的 就因为我的不自信 我没有安全感 就很自私 让他受很多委屈 就感觉他一个大男人嘛 我搬又不让他去上 而且他六万多块钱 全部给我还账了呀 他那要吃个饭 抽个烟怎么办 烟的话 我有时候会干嘛 买多少钱 我买的就是七块钱的 就最便宜的 店里面哪个便宜就买了 我想我确实好抠门的时候 说起买烟这个事 现在有时候 我带着小孩嘛 下去不了 天气也冷 我就说让他给我带包烟上来 他呢 有时候他就假装没看见 回来以后他说我没看见 要不然就像他说的 给我带个六七块钱的烟上来 虽然说我也不是说非得抽什么好的啊 这事吧 当时闹到我心里面还挺不痛快的 是你对你抠门点还也没关系 对啊 你还能受得了 嗯 对你家人扣不扣 对我家里 反正不拿钱出来吧 啊 有一次我姐找我们借一万块钱 因为我姐他们自己呢 是养猪这一块的 养猪呢 他们需要去拉赐料 他们赐料呢 也是去贷款去拉的 然后那一次我姐给我打电话 她也在旁边 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们借一万块钱 给他们还一下这个贷款 就是说过段时间呢 就给我们 当时她在旁边听到了 她就说 那我现在哪有钱啊 因为当时嘛 的确也是刚买了一个平板电脑 也是七千多块钱 她就说 我刚买了电脑 钱都花完了 哪来的钱 其实我知道她是有钱的 我才 我才会这么给她说 但是她就不给 当时我就怼她了 我说 你看姐他们平时对我们这么好 人家需要 有点困难了 找你帮忙一下 你都不愿意吗 其实我当时吧 也确实就是刚买完平板嘛 花了七千多块钱 我也转不出来钱了 其实我另外存的钱 这个卡呢 也没有绑定这个微信呢 这些 我也不方便转 所以我当时我就 直接就说没有 其实我现在想还是真的挺后悔的 然后因为姐姐对我们吧 也真的是特别好 后面还有一次就是 我朋友 找我借两千块钱 因为我这个朋友啊 他平时他 对我真的挺好的 我有什么事找到他 就一个电话是 哪怕我困难的时候 我也是找他 然后当时我给他说呢 他说 我哪来的钱借啊 他就说他没钱 其实我知道他有钱的 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 那我们这么好的关系 你都不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人家 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事情 我说以后我们遇到事情了 找别人帮忙 你说谁愿意帮我们呀 当时我就怼了他几句嘛 我也 然后也吵了几句 然后 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冷战了 不在乎 其实嘛 多少有点在乎的 有真爱你在乎是 真爱是真爱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啊 有自己的脾气嘛 像那时候就这样 我因为 那次给我老婆还了信用卡 家里挺开销什么的 给儿子买了 来本尿布食以后 我这个身上就没钱了 然后呢 刚好那个月亮该交电费了 我就 我就给他讲 我说 哎呀 这个你把这电费交一下呗 好嘞 他就问 电费多少钱 我说 三百多块钱 他说 哎呀 你们 什么农村的电费这么贵啊 其实这个电费 大多数呢 因为那时候我老婆在直播 其实几乎都他用 我们家里嘛 也就点点灯啊 但是他就不拿出来 当时也还是我妈在旁边打圆场 就说 哎呀 那你们不要 不要闹 好吧 这个电费我来交 对 我妈就在 在旁边打圆场 有意思吗 其实我现在想是 我觉得我挺自私的想的 他爆发过吗 哪一次爆发 他一个朋友也是 朋友家孩子满一周岁 要就是要给人家就是回个礼嘛 当时我女儿过生日的时候 好像他那个朋友也包红包了嘛 然后我老公就说 他家孩子满一周岁 我们要包个红包 他说你那你赚500块钱给我就可以了 我说要包多少 他说包个666 我说你500多块钱都没有吗 当时我也没有给他 然后我老公当时就有点生气 他当时说 说了一句 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吗 他就怼了我一句这个 就再也没跟我说话那段时间 不是你这不是个事吗 你又不让人挣钱 还不让人花钱 你不憋死一个人吗 其实我现在想还是真的挺后悔的 我觉得我挺自私的想的 所以你今天来反省啊 能反省吗 能 后面我也改了 也给他钱了 改了是吧 改了 现在每个月给你多少钱零花钱 也不是说每个月吧 像以前的话就是 问他就说哪里需要用钱 他不会给你 然后像现在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农村嘛 难免的什么 左邻右舍的有红白喜事什么的 他一看到了也听到了 或者我们去帮忙的时候 他首先他就会问你 身上有没有钱去随你啊 然后平时嘛 反正现在 只要感觉说你身上没钱嘛 三千两千他就会转给你去做生活的日常开销这些 那让你工作吗 让我工作了呀 现在就因为那一次的事情以后嘛 我可能有半个月的时间嘛 我没有理他 反正他以前什么 呃 衣服啊 做饭啊 哪怕袜子都是我在洗啊 但从来以后我就不管他了 比如说我 煮好饭以后我就 爸爸妈妈 然后 女儿 我们就吃了 他连他早上稍微会 睡睡懒觉 叫他吃的时候 他没起来 那段时间我也不叫他了 他起来以后 以前我都是给他热好 但从来以后我也不给他热了 他衣服也不给他洗了 就让他一堆堆堆在那里 后面就过了大半个月 他就过来找我 他就他就来找我来服软了 他说我真的错了 然后从来以后呢 他就开始改变了 我觉得我以前这样做是真的不对 后来呢就是他有一个朋友 说在旭永这边包的有工程 想让他过去帮忙管理一下 然后呢我也想说 这个也正好是一个机会嘛 我老公想要去 他就去吧 后面我说也让他自己有一个 自己的发展空间 后面他就去工作了 他去工作的这十几天呢 每天都会打电话回来 而且甚至比平时还更加关心我跟孩子 而且每次都会问我们 想要吃什么呀 都会给我们买回来 每次都给我买榴莲 还有也给我女儿买玩具 就特别关心我们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老公他并不是说 在我身边就对我好 其实他出去上班了 离开我了 他还更加关心我 所以我现在感觉 我想要放手 就让他自己去工作 生活啊真是 是各种各样 婚姻也是各种各样 形式多样化 你要换别人可能压根看不懂 这男人图的是什么 但这男人有他自己的开心 他喜欢 对吧 两人之间的事别人很难读得懂 而他内心的纠结 矛盾 更多的 你只有想一点 你至少人家青春的这些年给了你 认认真真爱你 咱就不去质疑 人就是这样的 你一只白乌鸦 你非要找出根黑毛 总有一天你肯定找得出来 对吧 但如果你是一块很好的土壤 即便是不太好的种子 也能发出芽来 就你自己还是要把自己作为一个 一个良好的土壤 让它在这个土壤当中生根发芽 而不是处处去找茬 找茬总找得出来 生活并不一定是得到的更多 才幸福 而是计较的更少 才舒心 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的看法 露露最担心的 就是怕这份幸福不长久 但是我只是想说一点 我觉得露露你对你自己特别不好 就是特别害怕失去 然后你还去给自己寻找了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挑战 这本身这个行为 好像看起来就是拧巴的 我特别不能喝热水 然后那么多杯水当中 我一定要拿一杯一百度刚开的水 你说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 所以你今天的到来 我觉得如果只是因为它的发怒 然后让你有了一点 哎呀那我得稍微改一点 我觉得那个改可能并不会持久 你真的是要彻底地去意识到 只有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勇敢地面对 相信你自己 把你自己打造成那一道独特的风景 只有这样 你才有可能获得快乐和幸福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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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你好老师 你好 我就在想啊 真要是剪断一个人的翅膀 让他留在家里 天天在家里带孩子 一分钱都没有 天天守着你 你觉得他还是一个完整的 你曾经那么喜欢的一个男人吗 应该不是吧 所以还给他一个完整的 他自己 而最关键的是 你也要做一个完整的你自己 这就是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别想太多了 没发生的事情 别去忧虑他 好好地过现在的日子 享受现在的爱情 享受你们在一起的幸福 好的 祝你们能够开心快乐 你也能够更加地自信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紫路有一句话挺打动我 他有翅膀 每个男人都有 在今天这个天高任鸟飞的时代 有翅膀的鸟是关不住的 即使它只是一只麻雀 只是一个小小鸟 因为飞翔是它的本能 它必须参与这个世界 它必须拥有自己的天空 不能跟自然法则对抗 不能跟人性对抗 笼子是关不住的 那你有不安全 那就把它当成风筝吧 让它在天空里飞翔 手里总有一个用爱 组成的虽然细小 但永远不会分离的线 牵引着 为它的成长 献上你的爱和祝福 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你一定会塑造一个男子汉 给你相伴终生 多美的场景啊 谢谢你们的到来 明天会更好 谢谢老师 好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 对丈夫说 谢谢你来了 老公 对不起 以前都是我太自私了 是我的不自信 我没有安全感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以后 我一定好好改 这辈子 你不离 我就不去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老公 谢谢你 我爱你 老婆 说真的 以前发生了的 我们改变不了 那我们就 夫妻同心 我们 用心地去改变 我们的未来 我们一起同心写你 好不好 好 好 丈夫的礼物是什么 好 打开看一看 书标 啥 书标 书标 这么高兴啊 戴上 好像有点 有点大吗 差不多了 要拆表面 不用 高兴吗 特别高兴 而且还挺好看 我老婆眼光挺好 行吧 人家高兴 谢谢老婆 好了啊 以后不要去测试啊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好的 如果你反复测试 总有一天你会如你所愿 所以不要去测试 还是那句话 既然已经爱了 走到哪里是哪里 爱一步算一步 好吧 就这样 谢谢老婆 祝你们幸福再见 谢谢哥哥 老公 对不起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你不拟我就不气 我们一起重新携你 老公 我爱你 想要获得所有的东西都要付出代价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付出 没有这头战的 那头又战的 不太可能 所以还是那句话 掌握手中的幸福 不要太贪多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